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国际盘很怪 油价出现大跌 美国清源油 目前的跌幅高达8% 油价再创新低 大跌了1.59美元一桶 目前的油价已经是 跌到只剩下18.26 连19块都跌破 再跌一跌 恐怕连18块都要跌破 真的要朝向 蛮多机构预测的 所谓的10块钱一桶的 价位前进 油价大跌 但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美国的期货盘 三大指数是大涨 不过虽然是大涨 那已经比早盘的时候 涨势是有明显收敛 我们来看到三大指数 现在目前 道琼是上涨了有 654点 涨幅是2.79% 今天早盘的时候 曾经一度来到过 24,325点 现在目前是24,055点 换言之已经回吐了 快要有300点之多了 那300点差不多 以现在目前的指数来看的话 就1%多了 所以说 早盘的时候 曾经一度 是涨了 是有将近4%了 那现在目前的 涨幅收敛到2.7% 所以美国的 这个期货盘 三大指数出现上涨 但是油价却是大跌 这个就很怪 这种分歧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今天台股 在美国期货盘 今天一早 就是到从800点 900点 这个涨点的支持之下 再加上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 法人评价非常的好 所以说台积电今天临涨 台股今天加权指 直接开涨了有179点 那中场收涨了221点 这个已经是公道的 接近要到季线的位置了 今天收在10597点 盘中的高点 曾经到过10710点 如果你盘中高点 10710点 离季线的10853点 其实已经只差 150多点的一个空间了 就能去回撤季线 就是攻克季线 所以这个盘是蛮强劲的 那当然最主要工程是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 我们节目特别有讲 所以台积电临涨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今天外资 也是大买这个台积电 买了将近57000张 这个可以想说买疯了 外资今天担任在金融交易厂 买超金额高达203亿了 所以说台股今天的一个大涨 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股市的大涨 所带动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这样子的行情能持续到下周吗 以及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今天不少股票 趁台积电大涨之际 其实有开高走低 甚至翻黑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有些股票是不是已经出现 拖断满足 而出现了 有这个阻力在到货的情况 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海国际投股的 罗文斌分析师 罗老师您好 老木豪兄好 各位听伙伴们大家好 那外资今天操作 两手策略 他今天在期货是大卖多单 今天期货大台减了2521口 台子期今天更夸张 盘中最高的时候 曾经涨过368点 加全值最多的时候 涨了335点 收盘涨221点 所以很明显有这个 蛮长的这个上影线 那另外期货呢 收盘涨260点 从368点到260点 就差了有100点之多 所以可见 今天攻到最高点的那时候 是有明显的卖压 是有震荡往下压 那最后我们看到 有些个别股票 他其实没有办法收高 反而是压低的 但是有些股票呢 盘中震荡下去之后呢 尾盘再拉上来 所以说有蛮不同的格局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盘 要看仔细一点 那卢老师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盘式呢 我想对于盘式的一个结论 我们还是这么认为 乐观中保持一定的一个警觉性 我想先前整个大盘 在面临这个3月13号 跳空缺口的一个压力带的时候 盘面出现震荡 那我们就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目前盘面上比较大的一个反压带 基本上是落在这个季线 半年线跟年线这个区域 那我想刚刚沐浩兄也提到了 那随着今天的最高点 已经来到10710 距离这个季线的位置 已经胜达150点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下个礼拜行情在往上推 基本上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带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以目前的当然今天是有量了 不过这个量又有点放得太大 这个有所谓的一个过于不及 其实都不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下个礼拜越靠近近期限 我们认为盘面的震荡 它就会越加的一个激烈 所以换句话说下个礼拜 其实你说指数要像今天一样 哇再来一个200点300点 我想这个几率应该就不大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盘面出现震荡之后 盘面会转区 变成是一个个股表现 那至于说哪些个股比较有机会 那其实我们一直告诉各位 目前其实在整个盘面的一个主轴 很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业内 法人他们在冲刺 所谓他们的一个操作绩效 因为毕竟第一季的行情 这么糟糕 所以说整个一个绩效是远远的落后 所以必然要利用 现在这样的一个财报的一个短暂的空窗期 赶紧来做一个冲刺 但是法人即便他要冲刺迹效 也带动不了所有的中小型股 即便我们认为说下个礼拜 当这些全职股 当这个盘面出现震荡的时候 资金还会自己找出路 会以往中小型股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一个中小型股 他都会动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中小型股 特别是如果说他在现行排列 在技术面的一个排列 是属于比较空方结构的 什么叫空方结构 就以大盘为例 目前季线往下 半年线往下 年线往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代表 整个比较属于长空的一个架构 还没有被扭转之前 只要趋势没有被扭转 他反弹到这个季线附近 如果说不能够突破 那当然他就是一个短线上的一个卖点 所以下个礼拜 在内股轮动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会有一些股票 事实上 他有机会往这个季线来挺进 但是记得 如果他季线是往下压的 那谈到季线 记得要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拔挡 或者一个换股操作的动作 我们说过 目前在法人所着眼的 一个选股的一个方向 不外乎就是三大方向 第一个 他Q2 是第二级的一个趋势 必然要明确的 那另外 整个获利的数字 不管是营收也好 获利EPS的数字 要漂亮 除此之外 当然这个都是过去法人 所操作的一个主轴 这个是一定要的 但是除了现在 这些所谓的过去的一个 获利数字 又或者趋势以外 还要再加进技术面 我说为什么技术面 现在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要在很短的绩效之内 很短的时间之内 创造出大绩效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他选择的是一个 中长空的股票 你开什么玩笑 我只要长个一天 明天就会被慢压倒下来 那我怎么充斥绩效 所以必然 他会去选择一些 技术面强势的上档 几乎没有任何压力的 这样他才能够发挥 所谓的一个事半 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认为说 就下个礼拜来讲的话 排面上还是有很多个股 是有机会表态的 但是也是一样叮咛 在一个轮动的格局里面 记得就是以这个 所谓的低阶为原则 就好比说 今天在这个盘下的时候 今天早盘的时候 因为资金有出现一个排挤 所以在今天盘下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当股票六七一六 这种硬广 我们看到从九点开盘 一直到这个十二点半之前 他都在盘下 可是对于党 他的价值依旧被低估了 股票我们说过 他压回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记得在前面几天我们也说了 如果说前面这四根涨停 你没有跟上的 那你来做一个登记 当有适当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各位来切入 那我想你先前针对这档股票 也来登记的 是不是你前面没有跟上的 你想后续掌握 接下来的一个买点的 今天应该我们也都带着各位 顺利的一个进场 结果我们好的股票 会选择好的买点 市场聪明的资金 依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这档股票 我们很清楚看到 一压回就有买盘 把它给拉上去 所以今天收盘 它依旧还是涨停板 所以已经拉出第五根的涨停板了 那为什么这个硬广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出现 我讲这个就是符合 我们刚刚讲的法人选股的三大节奏 就是包含它的趋势明确 另外就是获利数字漂亮 价值被低估 另外就是技术面强势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基于这样的一个选股方向 我们最新所切入的一档股票 我们在昨天也跟各位预告了 我说这档股票今天会有一个买点 所以你看今天在大盘大涨221点的一个情况下 它却是拉回的 那也一如我们昨天的预期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现阶段的一个操作就是 对于选定好的股票 未来法人有机会做一个 所谓的大量琢磨的 趁着拉回要来做一个低阶 同样的如果属于比较弱势的 未来可能法人会站在卖方的这些股票 可能记得再谈到月线 季线的一个情况 就要做一个所谓的拔档的动作 好今天大盘 如果以加权值来讲 它其实是这个多空 当然是多方是胜出的一个状况 毕竟法人都是站在买方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集中交易厂的 这个筹码面来看 你可以看到像外资大买了203亿 那自营商是买7亿 那投信也买了24.9亿 将近25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在集中交易厂 大买了这个235.9亿 这是在集中交易厂 这个很明显的筹码面是偏向多方的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 也的确在这个盘中 是拉到10710的地方 它就出现了压回了 那收盘是收10597 所以上影线也超过100点 所以这个代表说 这100点的上影线 恐怕也是一些股票 说这个出货所堆积出来的一个空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盘的时候 我觉得个别股票看清楚 这个有些股票 它开的很高 然后一路走低甚至破平盘到尾盘是收黑的 这种股票 搞不好就趁台积电大涨 趁这个大盘大拉售 它其实在出货 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有些股票 就像刚刚您讲的硬广 它可能是开盘都还在盘下 那后面拉上来的这种股票 我觉得这种股票呢 可能它就跟前面 我们刚刚所讲这种股票又不一样 那有些股票呢 它是开高 那结果呢 它就盘中洗下来 洗下来还蛮大的幅度 那尾盘再拉上去 又拉到这个找盘相对高点的位置 那这种盘 搞不好这种股票 它就是主力在利用盘中震荡的时候 在洗筹嘛 对 所以我们把它分清楚 那你把你手上的股票 今天的那个日线走势图 把它调出来看 你会发现 那你的股票到底是强还弱 我觉得今天这个盘 因为量非常大 2309亿的量 这很夸张的一个大量 那绝对有些股票 在里面是混水摸鱼的 那有些股票是真的要涨的 所以我们把它分清楚 这等一下来请教路老师 哪一些是真要涨 哪一些又是混水摸鱼 哪一些呢 又是这个半瓶水的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讲说 因为它有一百点的上限 所以你也不要轻忽 就是说上档的反压了 那同时呢 那你也不要轻忽说 这一波的多方力道 为什么 它因为毕竟今天收周K线 是连四红嘛 对 而且今天是有一个 179点的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我们今天没有补 因为今天开盘是开在 10554点 收盘收10552点 所以基本上 它这个缺口是完全没补 所以既然它有一个 将近180点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就很强了 这个缺口如果不补的话 这个盘基本上是要继续往上 可是它又有一个100点的上影线 所以说这个墙中又透一点弱 那这个透一点弱 当然就要看个别股票的结构形态了 是这样吗 对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 其实上涨真正的一个压力带 还是在这个季线以上 那当然慢慢的接近到季线的时候 这种盘中震荡会有 但是震荡并不代表 上涨就完全没有空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即便今天这个上影线 留在这个位置 这个10710 那会不会突破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毕竟 以今天的收盘距离 因为我们刚刚说 以今天的最高点距离 这个季线 还有150点 那如果说加记着上影线的空间 那就还有250点那个空间 所以代表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整个加军指数还是有机会 往季线去做一个挺进 但是挺进归挺进 越加越接近 压力就越大 那压力越大 盘中的震荡就越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认为下个礼拜 在操作上面 就一如刚刚这个孟老兄所提到的 操作上绝对绝对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震荡的格局里面 当然我说中小型股会有机会 可是中小型股 它本身又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好的被法人所锁定的 什么是会被法人锁定的 我说过 包含你的第二季的一个趋势 要明确向上的 那另外你的数字要漂亮的 那再加上技术面要强盛 那这项符合这些所谓特色的一个股票 当然在法人的这个 所谓的买盘价值之下 它会去找 但是如果说他本人 本来就是这个 在做一个所谓的一个逃命坡 又或者只是做一个解套坡的 那来到一个所谓的季线的位置 原本就是一个相对满足区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讲在整个趋势跟节奏 我说攻守进退的节奏 一定要能够充分的一个掌握 好 比如说今天开很高 然后这个盘中破平盘 甚至杀很低的股票 我举两档股票为例 这两档股票都赫赫有名 一档叫做金测 曾经是当过这个千元股后的 另外一档股票是星象 也是最近超强势的股票 我们先来看金测 金测今天是收了一个大黑黑棒 你看盘是大涨 今天大盘是涨了2%多 但金测今天股价是倒跌了6.6%的幅度 今天跌了44块 股价大杀了这个黑棒下来 今天收625块 他找盘的时候曾经冲到过702块 陆老师 从702块一开盘之后 没多久就没见高点 那又一路往下杀 他在10点钟就 10点钟过没多久就杀货平盘 然后这个几乎还要快杀到跌停板 你看这个走势有多难看 为什么他要趁今天这样砍单呢 为什么 这个到底有什么理由 他急得要出货呢 因为金测也是一家好公司不是吗 他也是台积电 这个大家讲说什么 这个五奈米的一个 什么唯一的一个候选商不是吗 怎么会这样砍呢 然后另外星象也是啊 你可以看到星象今天也是大跌了将近快7% 星象今天早盘的时候是602块 收盘收547 你看差多少 这两档股票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今天盘这么好 他们都要趁今天这么好的盘 反向的大跌 而且是砍单砍下来呢 我想近期我们知道说盘面的波动非常的大 那当然如果说先前已经累积的相当于一个涨幅的时候 我们说过在一个震荡格局里面 一定是怎么样 采取所谓的高出低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如果说先前这些是在被大家所看好的 那看好的买盘都已经先行进驻了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后续 再来的 因为毕竟以目前来看越是接近压力带 大家敢去追价的这个力道 它就会越加的一个欠缺 所以如果说你原本就已经处在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特别是利用今天又爆住这么大量的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就会有短线获利回土的一个卖压 这个我想这也很正常了 但是我们说过以目前来看 还是要去看 到底接下来 法轮会去锁定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那我们也说过了 其实从昨天整个台积电的一个方向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看好什么 他就是目前最看好就是高数运算 那另外就是五区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建设 那这中间当然依照台积电的说法 这里头还包含什么 还包含五区未来手机的一个潜在的需求 那当然以现在来讲说 这个手机音乐毕竟大力光也看得很空 所以这一块我们就姑且先不讲 但是我认为在五区的基础建设这一块 倒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昨天进场买进的最新的一个标的 就是跟这个方向是相对有关的 那为什么我说接下来这个基础建设这个部分 非常一个重要 我这样说好了 我们知道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三月营收 有人讲说看三月营收 三月营收都很好 那其实他的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一月受到这个过年的影响 那二月又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出不了货当然全部都集中到三月 因为三月开始大陆开始复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营收一下子冲上来很正常 但是你要去留意到 接下来的四月五月 因为这个欧美这边开始出现疫情那个升高 所以有封城的封城 那封果的封果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消费必然会大幅的降低 所以订单它会一下子不见了 如果说你是本身是出口到 这个你的订单是来自于欧美的 很显然你四月五月出不了货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月 它只是一个类似像什么 这个痰痪一线 那接下来就会开始往下掉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5G的一个基础建设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封城 又是因为封果 大家对于网络的一个需求 我们昨天也讲了 你在家能干嘛 不是打电动 那就是看电视 那不管打电动看电视 都需要网络 那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你要送外卖 你要叫外卖 也需要网络 反正 你在家几乎了 既然不能出门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 甚至你说很多人 现在不是也流行说 不能去旅行 不能出国 那我就看影片 看这个网络上的一个国外旅游 那这个也都是需要 这个网络的一个状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相关的这些需求 就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特别是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说以目前来讲 它慢慢的复工了 可是欧美的订单不见了 那怎么办 那我只好怎么样 冲刺我的5G的一个 因为其实在5G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 它的企图心非常强 因为它一直很想 当这个5G的一个前段班 所以也为什么 华为会被这个美国 追杀了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 那既然我的出口 订单会大幅的消失 那我冲刺基础建设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等于是扩大我的一个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 它会卯足全力 来冲这个5G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关的概念股 也因为这样 它就水涨船高 所以我们昨天 跟各位预告的一张股 昨天出手 昨天一下子就涨了8% 对不对 那今天 我说会有一个买点 它就压回 那这样的一个买点 其实你就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它不止说三月的营收好 那最重要的 我说接下来 因为它必有5G基础建设 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接下来 它整个五月 四月五月的方向趋势 是非常那个明确 再加上去年 整个体质经过大幅改造之后 其实它的毛利上升 那如果配合着 营收能够大幅成长的话 它的获利 必然也会有 长足的一个所谓的成长性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必然会是接下来法人所锁定的 所以当拉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握的机会 那至于说 如果说还没有跟上 我们这个 今天如果说你还没有机会 能够跟上的话 那下个礼拜 我认为 只要它还没有涨上去之前 都是机会 那我们今天 也为了帮助各位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能够掌握到这样 因为我们说下个礼拜 其实不管就各国的选择 又或者所谓攻守进退的节奏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特别帮各位规划了一个 所谓的一周的体验营 一周的体验营 应该顾名思义各位都听得懂了 那在今天又碰到这个 所谓的周末时刻 所以我们特别也有一个 所谓的周末快闪的活动 那只要 在等一下我们进广告之后的 十分钟之内 打电话进来的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一周体验营 那这个重要性 当然是帮各位 能够在下个礼拜一周的时间 能够掌握到 攻守进退的节奏 最重要的 一些你还没有掌握到的股票 也可以同步的 跟我们来做动作 好 这个刚刚罗老师说这样的 这个一周体验营 等一下我们广告期间 会有这个咨询电话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 因为盘氏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连涨四周 所以很多股票开始出现大震荡 混水摸鱼的股票比比皆是 所以听众朋友 你在这个地方 不要因为盘氏大涨 心仰难耐 就随便乱买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走势非常怪异 比如说 昨天台积电法说会情况这么好 台积电也维持了资本支出不变 150亿到160亿美金 那当然台积电相关的设备股 今天一定是庆祝 我讲两档股票好了 你看红素 红素今天开盘开228 开228没有多久之后 就一路冲到涨停板232.5 所以它几乎就开在快涨停板的价位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在11点以前就突然 而且是一路锁 锁掌停锁到这个已经快11点 大家就想说 哇怎么那么强 你看锁掌一张都买不到 11点之后开始打开 一路往下狂跌 最中厂的时候 锁掌只有2.36% 所以卢老师 今天早盘去买到红素人 全部套牢 而且严重套牢 而且红素今天是收了一个大黑K 它不是台积电最好的供应商吗 它不是台积电最好的设备商吗 怎么会是今天这样的走势呢 一个开高 然后收个大黑K棒呢 当然还没有收到跌 另外一档股票也是赫赫有名 加登 各位来看一下加登的走势 今天加登也是一开盘大涨 然后很快涨停板锁住 然后呢 跟红素差不多的时间打开涨停板 然后一路跌 跌下去 最后中厂只涨4% 而且两档股票都爆超级大量 这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就是 讲的很奇怪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个当然卢老师也不方便回答 我也没有说这些股票背后有什么原因 我只是觉得说 这种走势 如果说你随便乱买股票的话 你手养难耐的话 你跳下去买去追的话 那你今天肯定挂单了 所以我是觉得最近很难做了 就是说多空方向 当然今天目前大家第一个要拿捏好 第二个就是个股 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操作 所以基本上 我是觉得还是要注意 这个整个盘式跟个股的卖动 对 节奏非常的重要 好 不要看利多 以为这些股票 看到涨停板锁住好强 爬一下打开涨停板 几乎要杀到平盘 你看多恐怖 非常谢谢罗文斌飞行师 谢谢罗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大陆今天公布出来 今年第一季的GDP了 这个数字呢 比市场预估的稍微好一点 不过是严重的衰退 6.8%的GDP的负成长 那一般来讲 这个市场先前估计 可能今年第一季大陆GDP 可以出现10%的负成长 那今天公布出来6.8% 是比市场预估稍微来的好一点 不过这个数字 仍然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衰退的情况 同时呢 大陆今天也公布出来好多的重要经济数据 包括了就是固定投资 零售销售 这些数据都没有一个是好的 而且都是很明显 今年第一季生活三月 出现这个负成长的状况 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工业增加值等等 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势 那大陆现在目前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怎么看待这次疫情对大陆的影响 以及对入股的影响 我们现在赶快来请教资深的证券分析师 季宏仁 季老师你好 季老师好 各位投资朋友晚安 季老师 这个6.8%的负成长 这个GDP 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很多年来 已经没有见到过的数字吧 这几十年来 它是最糟糕的一次 的确是不好看 但是我们想一个问题 这个中国大陆其实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 其实各个地方陆陆续续 大概就是这种封闭式管理 那封闭式管理的时候 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它人员的流动或是消费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中国大陆把这次疫情当作一个中型的战役 然后战争 那我先让这个战场清理之后 慢慢我来做恢复的动作 目前来讲 这个战场大概已经清理差不多了 然后开始人员或是这种复工的问题 慢慢会走上轨道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海外 海外的投资到底好不好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比如说美国好了 美国这四个礼拜新增事业 人口2200万人 2200万 非常可怕 占了8分之1的劳动力 15%等于15%失业率了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终端消费国其实是不好的 那终端消费国不好的话 你看台湾会好吗 或是大陆会好吗 其实不太容易太好 那现在我们看来说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它的第一阶段 第一轮刺激 应该是以民生和企业的纾困为主 那就是大家有饭吃 那甚至把这个几十年前的任务口号 这个三个人吃两碗饭 就是大家有饭吃 那再过来就是书坤为主 所以各个省份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消费券 它消费券不是说发现金而已 它消费券有些可能是你去购物的消费 有一些是你学习的消费 那有一些是不同的消费 它分成不同领域的消费 所以各个领域你都可以沾到一些边 那第二轮才是以投资和基建为主 所以陆陆续续 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新基建的题材 其实以前就运量发酵过 这个题材提出来就运量发酵过了 现在就是说慢慢开始会落实 它落实可能要在第二季之后 慢慢才会落实 所以你纯粹看现在的一个基本面状况 全世界没有一个好的 问题就是说 美国不好当美国股市弹得很凶 OK 美国股市因为跌得很深 所以它反弹的一个气势很强 目前有印象的话 我会记得说我们2000年 科技泡沫化的时候 台股的走势是什么样子 先大跌一段再反弹上去 大跌一段反弹到万点 大家觉得说 哇 这那么好 几乎弹回起跌点 对 几乎弹回起跌点 科技泡沫化 核实又停建 市场没有一个好的 但是它就是跌身后反弹 之后一路往下跌 跌破四千点 那目前回头来看 这个大陆股市 因为它的跌幅相对比较小 所以它的往上弹升的空间 其实不会很大 但是我们要记得说 它在过完年的开红盘的时候 它的那一波走势是很强的 因为大家都放假 大家都在家里 没事说就买股票 没事炒股 跟美国人现在一样吗 有七成的股票 创了那时候的新高 是 是 是 尤其是科技股嘛 对 之后开始做修正 对 那现在是模底的阶段 模底的阶段 我们看上证综合指数好了 上证综合指数 其实可能要站上 这个我们的小颈线位置 大概2870 它才会转强 那目前来讲 往上其实还没站到边 那创业板 好像这段时间是比较强的 它已经连续周线三红 三红K了 那它的颈线位置 大概是2070点 70点左右 但是这些指数都被什么 被季线所压制 全球股市好像往上都遇到季线压制 那所以它必须在这边模底 我认为说大陆股市 它的上下的震荡幅度 大概只有10% 博外太多 然后10% 就上证综合指数来看的话 就是200点左右 所以它这边必须反复的模底 模投资人的耐心 你去追高 很多股票大概两三天的一个强势之后 它就要修正 所以你去追高 你很可能受伤 那接下来 可能你觉得不敢买的时候 它慢慢就底部又慢慢出来 又慢慢往上弹 所以它这段时间量会慢慢的萎缩 然后空间不会太大 就模投资人的耐性 之后慢慢这个底台会慢慢出来 投资人不用着急 那欧美股市因为跌升 跌的幅度很快 所以反弹的速度也很快 我们说最大涨幅通常出现在最大跌幅之后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说空间差不多了 0.618大概这个地方 强势反弹 然后时间就等什么时候 它要做修正 你看看这边横板一段时间 上不去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大家的行情大概看法差不多 量缩 又上不去的时候 慢慢它的走势就会下来了 因为这两天美股已经出现很明显的横盘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这个盘前的期货盘是 明显的突破了 就突破这个横盘 会不会是一个假突破 这个增破底 我觉得假突破的机会会比较大 蛮高的 对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看出来它的技术线形已经是变成是十字线了 已经没有像今天早盘的时候涨这么多 一度涨了八九百点 将近快四% 将近快四% 现在收敛到只有六百多点 两%多一点不到三% 所以说今天美股为什么会大涨 它就是一个利多 说瑞德西韦在芝加哥一个医院里面 结果经过几人测试之后 说对于这个得到新冠病毒的病人非常有效 这个一个消息就啪一下 让美股这一开盘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将近快四%的一个涨幅 那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也不知道 就是说这也不是一个 一个就是说很大机构的 这个实验的证明 对不对 临床的证明 那大陆对于这个瑞德西韦 之前在那个 那个武汉的 应该是金银湖医院吧 对不对 那他现在也不公布 他也不公布瑞德西韦 到底这个临床的针对几百个病人 到底有效没效 大陆不公布 很奇怪 大陆在医治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他有用到很多的中药 对 中药的一个成效 尤其是浙江那边用很多中药 反而发现说 这个中药的成效不会比西药来得差 而且中药大概是比较没有太多的后遗症 那西药来讲就是 你什么地方有问题 我就给你强制压下去 所以未来后面到底是 有多大的一个 这个 效率 不管是中西药 大概都还要事后再做验证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 股市的一个落底都是利用利空测试不跌来形成底部 而不是用利多刺激 你说那么多的现金几兆几兆这样子撒钱 并不是利用这种资金来刺激这个行情 而是利空测试不跌才会形成这个底部 我们说这一百年来 这个欧美股市包括陆股台股也好 它的跌幅不会说第一次跌下来跌升之后 马上就形成飞行反转落底 几率是很小很小的 最好的状况是来测试前提 大部分的机会是破前提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在操作上的时候 这个九千点那时候做放空的人被修理了 所以这段 修理得很惨啊 拉多结算 拉高结算 所以拉高结算差不多了 前一波是修理多少头 后面是修理空头 所以投资朋友在操作上的时候 不要去做最高沙滴 我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机会 还有很多的机会 好 这个季老师是一个中研了 就是说虽然说今天台股非常强 美国的期货盘也非常的强 但我刚刚一开始节目就有讲 很怪的是油价是大跌破底 油价现在目前是跌8% 照过去的经验油价不止跌 美股很难止跌的 因为油价它代表是整个对未来经济的前景 跟整个经济结构面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目前美股出现了这样的分化 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这样的分化 其实很不太对劲的 刚刚介老师有讲到说 你说直接V转上去 然后创新高 指数突破了历史高位 有没有这个可能 当然我们也不能讲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问题是如果它是真的这样推上去的话 那也是一个资金所堆窃出来的大泡沫 那这个泡沫一旦爆掉的话 可以更可怕 因为它没有基本面 你要去想到这件事情 之前美股可以创11年的新高 到今年2月中旬的时候 可以创历史新高它至少还有基本面 它至少还有经济的龙井 很好的就业市场的情况 以及消费在增长 以及创新科技的基本面的支持 它可以创新高 可是你说现在有什么基本面支持它创新高 个别股票也许有 但是整个大泡有吗 你说那些跌得很深的 油轮股 饭店股 度假村 这些股票有基本面吗 没有吗 没有 那你说它能创新高 它是资金堆出来的吗 那如果说一旦资金的泡沫爆掉 那这资金泡沫为什么会爆掉 就是后面整个经济复苏可能不如预期 就说这个期望 现在目前的希望多漏空的时候 那这个基本面消失 没有这样的预期消失了 爆掉的时候 哇那个多头才会死得更惨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 酒吧喜欢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文华 我们刚访问的是资政的证券分析师 季宏人 季老师 季老师刚讲的一句话很有道理 现在最不缺的是机会了 但是大家都缺钱 所以你如果不缺钱的话 那你就是好好的去等这个机会了 这个终究你会等到 所以也不用急 今天目前谈上来这么多 好那第一波的下沙 以道琼工业指数来讲 将近跌了快四成 所以多头是被沙翻掉了 这个短短的二十几个交易日 可以跌四成 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被沙翻掉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连续两周这样弹上来 四周这样弹上来 他也弹了这个 整个跌幅的大概差不多一半 还超过了 好所以说呢 去放空的人也被沙翻掉 所以这一次是多空双杀 大家都被沙到口袋空空了 对不对 是啊 好所以最好是这个盘到底 现在目前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不管入股 然后今天一个另外一个 除了大陆的经济数据很差 那另外一个消息也出来了 就延宕已久的两会 就是人大跟政协会议 现在目前确定五月份要召开了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说大陆的经济 其实有没有钱 我觉得还是有钱 大陆第一季Q1回流银行体系的资金 有八兆 然后平均一天存进去700亿 这钱从哪里来的 老百姓过年的时候拿到年终奖金 他要出国没办法出国 他要消费没办法消费 所以钱就存到银行体系去了 钱每个地方花了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一天700亿回流银行体系 那表示说他这段时间 还不敢轻易消费 那中国大陆经济的三架马车 就是消费投资跟进出口贸易 那我们说进出口贸易 目前来讲 看终端消费 目前来讲其实不是那么理想 投资 个人投资 私人投资比较少 那就看政府的投资 他公共建设 公共建设我们说第二季之后 慢慢会落实 那因为第一季是民生 第一轮是民生跟企业纾困 第二轮才是所谓的投资跟基建 另外就是消费 那所以要刺激消费 就看投资人有没有办法 恢复这个信心 那要逐步的恢复 那我们看说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水涨船高 有没有长期稳定的资金进到这个市场 散户不算是稳定资金 稳定资金就是那种所谓的法人 那我看说政府港通 大概这个礼拜已经连续买进了300多亿 所以这个礼拜大概都是买超的 因为中国大陆有四个所谓重要的法人 第一个是国家队 国家队就是证金公司 汇金公司 再过来是保险资金 保险资金在目前来看的话 它持有权益证券的比重 大概只有13% 那在前三个礼拜 放宽到30% 所以显示要入场的一个空间是很大的 再过来社保基金 跟所谓QV 那这些资金 持有A股的市值 大概有4兆 其实比重看起来4兆很高 但是比例其实不算高 因为中国大陆的股票的总市值 其实真的算很高 那我们看一下说 第一 去年年报出来了 这些的一个长期稳定的 资金是买了什么股票 前三名 一个是医药生物 消费电子跟化工 所以长期来看 我们看说巴菲特 或是欧美股市 我们看说在这一段时间 涨幅最大的就是消费电子 跟这个医疗类股 所以相对来讲 中国大陆应该也会选这个模式 再过来化工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就对应着 我们的老基建 传统基建 跟新基建 新基建 包括各都会区的捷运系统 都是属于新基建 那中国大陆已经有37 第一个来39个的都市 都有捷运系统的 未来捷运系统会陆续在扩建 还有这个 显资买的比较多是银行股 然后汇金买的比较多的 就是非银行的金融 就是所谓的保险跟证券 这是我们跟着 它的方向去做布局 你不用急 银行股票 它现在的一个股利报酬率 大概已经有4.5%以上了 每一笔股价净值比是相对比较低的 它是最保守稳定的 是投资人 你喜欢买这种 不太会波动的股票 但是它有稳定的收益 第二个你要注意说 香港的股市 恒生指数是27年来 第三次跌破净值 第一次跌破净值是在1998年 跌破净值 我们讲净值的股价净值比 恒生指数股价净值比 一年后涨了1.63倍 在第二次跌破净值 大概是2016年初 也是大陆15年垄断之后 造成港股的重挫 那一次的一个足跌完成之后 一年后的一个涨幅是77.76% 那08年 08年股市修正 但是恒指跌幅没有那么深 它股价净值比是1.08 它涨幅大概有6成左右 所以我们看说这一次是 这个恒生指数再次跌破 所谓的股价净值比一倍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没有机会去买到 所谓的中国大陆股票 香港的股票 因为它的AH股的一个溢价的关系 H股相对A股是折价的 相对同样的现金股利 港股的股利暴走率会比较高 所以你不妨在这边可以琢磨一下 香港的这个相关体财的成分股 或是买它的ETF 这是我们的一种替代的方式 好 讲到香港股票 你一定想到李嘉诚 李嘉诚当然他的头号牌 就是长江合计实业 这个是挂第一号的 在横指里面是0001的代号 你知道他这波跌多深吗 他这波从这个起跌大概是76块港币一股 跌到三月中旬的时候 就三月下旬 这是全球股灾最严重的时候 他居然跌到了45块 从76块跌到45块 李嘉诚的股票 那现在目前反弹到58块钱 反弹到58块 从45也弹了明显上来 不过还没到季线 离季线还有一点点距离了 所以说港股这一次 也的确就像季老师所讲的 可是杀得非常的凶了 就是说也都是杀翻天调 很多股票可能都已经杀出 长期的底部跟投资的价值点了 是吗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因为投资 法人投资 这个基金布局是全球的一个配置 所以你可能只要是亚洲新型市场的 你可能配置到台湾 或是这个韩国 或是香港 或是中国大陆A股 你有配置到的 你被做部分数为的时候 你就要被迫做调整 所以这种有些有点高估涨多的股票 比较流动性比较好的股票 就容易成为这个杀盘的标的 我其他小股票我不好卖 那这种好的股票 大股票我比较容易有流动性 实际上全世界的股票 大概只有两成的股票 可以做投资或者交易 80%股票不适合做买进 不管哪个地方都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说香港的一个股票 你可能这种跌深的股票 可能尽量找那个跌幅接近五成的 接近就一半腰斩的那种 其实有一些其实都还不到 都还不到 那相对H股 我们讲H股就是说中资的股份 它有一些其实我们说 它涨幅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相对它的跌幅其实不会那么深 但是它同样跟A股做比较 是有折价的 所以你可以找这些股票去做布局 那我们说你保守的话 你就是买那个银行股 那个保险类股 证券类股 或者港交所 这些股票都是我们投资标的 投机一点的 我们常讲的平安好医生 木槐也买过 中兴国际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是十年的底部 再过来 你看这个消费股 小米集团 小米集团现在会有点影响 但是小米集团长期来讲 我们是觉得不错的 像是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这些股票是属于波动性比较大的 就看你的投资喜好 你要保守的 或是波动性比较大的 你可以选择你的投资标的 那中兴国际呢 您刚刚有提到 我讲的中兴国际 就是那个做半导体 对中兴国际 中兴国际其实它在前一波低点 其实从低点反弹过来 大概已经涨了四倍以上了 所以短时间它是有点 稍微过热了一点点 因为它接到华为单嘛 对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这些股票 我们走 长期 我们讲长期 可能要好几年以后 其实我们回头看 3000点以下 绝对是相对低点 你现在回头看 3000点很高 中兴国际 开头一看 好像高点就在这里 但是时间拉长的话 你逢低 这些股票是可以做布局投资的 好 非常谢谢季宏林老师 谢谢